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吴宗成 钢业军舰南村 今天是2017年12月9号 这边是 左营海军四海家 现在新成立的左营故事馆 左营军舰故事馆 我今天要跟各位介绍 我的影片里面常常在介绍 我们这个监狱南村 今天我就特别介绍 这个故事馆里面 这个大模型里面的我们家的部分 首先这个在建馆的时候 我再来参观过 海密开馆以前我就发现到 这个模型做的不对 为什么不对是因为它是照这张 这张空照图 这张空照图是美军在 民国33年的时候 要准备轰炸左营 海军基地的时候 特别拍的,这是解密的档案 那这张空照图的 时代 后来因为 这个空照图 拍完之后 把图画出来之后 第三天 日本就宣告投降 所以整个海军的 军港和军区 还有眷村 全部都逃过一截 现在这个建造的时候 这上面已经有我们家了 在这个位置 在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原来是一大块地 也就是现在这个地方 我们来仔细看一下 这个地方 我曾经在图面上已经做过介绍 这个地方叫做建业新村 这一大块地 从1号开始 一直到151号 到这边 这个部落格是日本人建的 然后在这个地方 原来是日据时代 它是一块玉地 这边有两个像 倉庫一样的东西 是当时日本人在整个的生活区里面 这是明德青村 所谓的江军村 包括这边一小部分 这些地方 这些日本人 以前住在这里的时候 他没有所谓的消费物品 这些没有所谓的shopping mall 那那个时候就盖了两个 两个军中的所谓的福利站 我们想到叫这个叫福利社 那我的影片里面 曾经有介绍过 那个哈喽哈喽 小哈喽 那个货廊 他们都在这里 还有礼法的人 他们都在这个地方 那这后面有个小房子 这小房子是属于什么 属于清洁队 清洁队负责什么 负责整个海军眷村的这个 包括里面的这些清洁工作 就是你的每天都会有垃圾出来 那些垃圾就 就是他们去 他们推的那个板车去去拉 把这些每一户出来的垃圾 通通给它收集起来 丢到哪里去呢 丢到这个地方 现在立德国中的门口这边 以前是明德国小的前面 那个地方是一个以前 海军的垃圾堆积场 现在长海商田已经都变样了 但是这个世界还是这样的 那这个区域里面 我曾经讲过 整个这条大水沟 现在所谓的海平路 一直从园中港 沼泽地区一直经过 经过军区里面 经过行为巨人中心 经过自治新增 经过河群新增 经过建业新增 经过明德跟建业交界这个地方 然后经过中山堂 然后再经过铺后巷 然后再进入居区 然后最后到 最后到这个西子湾跟柴山的交界 那个地方 这一大片地方叫陶子园 从那边出海 这么一大片 这个所谓的大水沟 以前的 现在叫海平路 以前叫大水沟的这个东西 我已经介绍过很多 三个影片介绍过了 它本身是一个日本人 挖出来的一个人工的壕沟 它有护城河的作用 也有这个 有城防的作用 当然它有防洪的作用 那中间最值得一提的 我已经介绍过 就是这一段 从 从现在的那个 那个 海公路 到实践路 中间这一段 S型的这一小段 这边就是所谓的主持林工馆 也就是明德新村一号 这边宪兵 以前的宪兵营 这边的玉居队 这边的海军通路大队 海光国际队 这一块地方 跟这个地方 我们所谓的这些 南村的这一小段的地方 整个的大水沟里面 只有这一段是有景观的 我曾经多次介绍 各位 比照这张图 这就是当时的 就是海平路还没有加盖以前的 大水沟的实况就是这样 现在那个加盖 是从这个位置 加到这个位置 所以这非常宽阔 有十几米那么宽的地方 全部在水里面 曾经大概在12年前 发生过 就在谢长廷当当当市长的时候 曾经有一次水灾 各位注意 这个水沟的深度是四米 它的宽度是十几米 日本人整个设计的容量 它不可能发生水灾 是因为做了加了盖 现在海平路 所以产生了水灾 那时候每一户 赔了两万块钱 因为他们的水已经淹到膝盖 这些东西都是一些 我讲过是一个景观的浩劫 另外我曾经介绍过 这个水沟里面的生态 有鸟 从鱼鸟兽 那个已经有其他影片的介绍过了 我今天特别到县地来 给各位看一下 这个模型的制作 非常有趣 它最早以前这些小房子 第一次做的时候 这些小房子只做了两三家 也就是我们这边原来只有六户 对面这个六排房子都没有见过 我曾经在那个影片里面 也介绍第二排的最后第三家 就是低音歌后蔡琴他们家 最伟丹那家 那个妈妈是百姨公主 皮肤白皙的一个姓雕的一个公主 那第三排最后一家是一个法官 等等等 然后第二排的第三家 就是九二台海战役的那个陀江舰舰长刘毅川 他退役的时候是中将 中将退役的 那这些英雄们以前都住在这里 所以这些如果要细数英雄豪杰 真是不及倍宅 但是我们今天讲的是眷村文化 所以我们现在只讲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原来只有六户 后来逐渐的增加 因为那个当时的眷户不够 眷住宅不够 所以就分租等等等 那第一次做这个模型的时候 那位承办的那位先生 他把这个房子的顶弄成红色的 看似好像有点错误 其实并没有错误 事实上这个地方的民居的屋顶 全部做成红色的 而这个眷村里面是灰色的屋顶 这是有其来有致的 因为这些外面的民居的屋顶是这样子的 用很薄的瓦 如果现在各位可以看到 台湾很多民居还有这样子的瓦 双方这样互叠互叠互叠的 那这张图我们以后再介绍 这个是以前曾经 运煤炭的人 他是用关东的巨型的驼马 这个我们童年的印象 在我读小学的时候还看过 这个运输公司在高雄 我们再来看这张图 这张图就是从这个地方 从这个地方 往这边看 往这个方向看 就是这个景观 而我们家在这个地方 也就是这个地方 所以这个图画的先凶是国防部情报局 第16期干部训练班的正期情报员出身的 那他画的这张所谓的观察描述 是非常之有军事意义的 他里面所有的数通通都是真实的 所有的景象一草一木 全部都是真实的 但这个是定格在这边写的 823炮战之前 823炮战是民国47年 这边写的823炮战之前 这边写的823炮战之前 这边写的121号到165号 这边都有写 甚至于122号就是这个 就是这栋大楼里面 也不是大楼 这都是平房 像以前的陆军的营房一样 绿色的 就在这里 然后我们再来这边 这边从121号 也就是说 一直到从这边 戒业群的1号 一直到那边是120号 跳到这边来是120 21号开始 然后一直到165号 然后一直到165号 我们家是这边是153号153 各位在看这一张 先凶画的这张图 这张图也是在这个大水沟上面 是往这个方向看的 可以看到中山塘在这里 中山塘在这里 中山塘是民国39年开始起建的 然后这6栋房子是民国47年 就是823炮战之后开始起建 民国48年完工 所以这个地方很多人现在全部搬走了 有的人讲说建改是一个德政 是因为他们这些房子里面 每一户只有一间半 每一户的分道的只有5到6平 因为不够住 所以他们后来又申请 又自己增建了一排 所以你现在到这个地方来看 可以看到12排房子 实际上它只有6排 原始建筑只有6排 那样子的房子里面没有厕所 没有浴室 洗菜是在这个房子的后面 两户公用一个水槽 那它的厕所怎么办呢 公共厕所在这个地方 现在这些全部都不见 后来因为加盖之后 整个的景观就已经不是现在这个 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 我们当初的整个的眷村都是为了什么 反攻大陆 因为蒋公正每一年的文告都要讲说 解救大陆同胞 我这个年龄的人 我1955年就在这里出生 到现在62年我都住在这里 所以我们非常熟悉 反攻大陆 但是这个已经失望了 我们有很多地方是失望 但是这个眷改 对这个眷村来讲 对这些人来讲是德政 但是对我们这些工地自建的人来讲 并不是德政 为什么 我曾经讲过 各位可以看到 现在到我们家来看到 我们家墙上有一个吴中城三个大志 觉得是一个豪宅 独家独愿的豪宅 实际上在民国47年的 以前我们家是这样子的 比农舍还有没水没电 这里是用军用干电池 在四户共用一个军用干电池 你可以看这个马路上面没有电线杆 因为这个区域根本没电 也没有自来水 是这边军方盖了这个六栋以后 才签了自来水 我们再申请 跟他们再签 支管再拉过来才有水 后来也是慢慢再申请才有电 所以其实 修改一定要去注意到这些 落实到这些细节 而不是粗糙的 就是要把人通通赶走 很多人在那里抗争 但是他们没有抗争到位 原因是因为 这些人住在这里的时间 最长的人可能有二十年 三十年 四十年 而我吴中城我就在这里出生 到现在六十二年都住在这里 这种因缘是很难得的 而且这个房子 经过了三次改建 都是我们自费 完全自费 没有花国家军方一毛钱 那今天我们面临到这样子的困境 我希望社会各界 请多多来这边看 来我们这个村子参观的人 以外国人居多 甚至于中国大陆的人来这边参访的人 还比台湾人多 因为他们了解到这个的特殊性 眷村在中国大陆叫做部队大院 它是因为军眷村跟军区是合在一起的 而这个是在以前 民国六十二年以前 军区是从这边划分的 从这个军校路 一直到中山堂旁边这条路 也叫军校路 可是在以前我们小的时候 叫这条这个地方叫做上海街 因为它繁华如上海 小上海 然后现在很多人搞不清楚 以为上海街是指的西陵街 西陵街在这里 那边有观光戏院 这边还有个清水戏院 但是这边因为马路拓宽 这些都 我刚刚讲的景观全部不复存在 如果要发尸骨之邮情 请到所谓的建业新村的南区 就是这个区域 这个区域 现在就剩下一户 153 也就是我家 这个地方才是真正的 可以保留这个眷村文化的一个精髓 以上武松城跟各位分享我的家 谢谢